基督宗教的起源、教义、戒律、活动方式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是全球最多人信仰的宗教之一 狭义的基督教,指的是基督新教 广义的基督教,则贩指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等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宗教信仰 基督教相信独一无二的神 那位上帝创造了世界 并且以自己良善的形象创造了人 但是后来人犯罪堕落 离开了伊甸园 从此背负原罪 后来圣母玛利亚受到圣灵的感应 怀上圣子耶稣基督 并在马厩中产子 耶稣基督一诞生 便受到天使们的祝福 在耶稣基督长大成人后 他开始四处传教 宣扬爱神以及神爱世人的福音 传教三年后 因为受到犹太祭祀的嫉妒 被诬告谣言惑众 最后被判处死刑 但是这也符合耶稣将士的目的 他将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 让不爱的福音继续传承下去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为爱 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相关爱 互相扶持 不应该自私自利 基督教也强调 人应该要能够认错 并且知道悔改 对于他人犯下的过错 也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除此之外 对任何人都应该要谦卑 不可以骄傲无礼 并且要积极工作 将荣耀归属于上帝 基督教将关于人伦道德的指导 写成了十戒 里头为十条 明确应该遵守的规范 例如 应该要孝顺父母 不可以偷窃 不可以贪心等 清楚告诫教徒 应该遵守的原则 基督教对于教徒的生活 没有严格的规范 只有在十一柱形上 强调简朴 基督教中的神职人员 应该遵守的戒律 也不相同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为神父 还有于教会修行 服务的修女 他们必须将一生 奉献给神 除了严格遵守天主教的戒律外 终生不能结婚 基督新教的神职人员 称为牧师 虽然同样要遵守教会的戒律 不过是被允许成婚的 基督教会每个星期天 会在教堂举行礼拜 不过没有严格规定教徒参与 礼拜的流程通常为畅圣诗 并且由牧师或神父 讲述圣经的道理 最后与众教徒一起享用圣餐 人终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动 写论 如果听到的这些事情 альное实习惯在我诚心上 是